好那我们继续聊第三个话题 传统车企今年有啥期待 其实我们观察中国这些市场 像BBA就这些大众这些车 我感觉就是会比较佛一些 这些车其实迭代的会比较慢一些 包括它那些很多模式 我觉得还是挺这种4S店经销商这种模式的 我看有一些这个车评人 他买车还要跟那些4S店砍价 然后去跟那个销售聊 我去给你申请个价格什么的 我觉得这套模式太落后了 然后我最近看那个依染的视频 我发现就是像那些传统车企 其实在他们的大本营 在这个欧洲 其实动作也是挺慢的 然后我看依染的那个封面标题就写了 车价高交付慢 销量低利润涨 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挺赚钱的 但是这个速度也是挺慢的 包括我们去那个迪拜调研的时候 也是觉得像比如说保时捷TICAN 你订的话要等一年半 然后很多电动车都是要等一年左右 其实这个步调都挺慢的 然后相对中国这个电动车 我觉得确实是巨人转身 还是需要加快速度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看的 对我其实从一个新闻的角度看到 就是说特斯拉这个利润 它是超过了丰田的 但是当然丰田的这个总的销售额 还是特斯拉的八倍 那也就是反过来说 特斯拉的单车利润是丰田车的八倍 那也就是说 其实特斯拉把这个丰田给打懵了 但刚好这两天新闻就是 丰田张南退休了 就换了他的新的这个丰田的总裁 其实也我觉得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就是他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新人 或者说需要新的理念来经营丰田 丰田其实去年推出了全系列的电动车 但是我感觉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之前在丰田里面工作过 就是我当时是在日本工作 然后当时的话 就是我们里面 其实完全不会看国内的任何车子 就是当时丰田基本上 主要就是瞄着大众和福特去看的 然后因为我当时是在雷克萨斯品牌里面 所以我们当时主要看的也都是ABB 他们比较多 但是我现在听我在丰田里面的朋友说 现在他们就是对着比亚迪和特斯拉去研究 他们在中国喜欢研究两个品牌 一个是比亚迪一个是武林 因为他们现在在电动 他们在电动的这一块确实走的比较慢 其实这个和他们整个国家的 国家级别的战略错误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丰田张南这一次 并不是说他的战略有错误 而是国家的战略有错误 因为氢能源其实并不是丰田的战略 而是日本的整体的能源战略 所以他只是follow了整个国家的战略而已 对其实包括我们跟日本的客户 也有做这些品牌上还有技术上的交流 他们对于自动驾驶是非常保守的 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当中最保守的 甚至是你在日本其实是看不到自动驾驶录册的 因为哪怕录册的审批手续也是很长的 所以如果一个车想在日本做自动驾驶测试 它一定要在那种驾校那种场地里面 它是不可能到公开道路上去做测试的 所以这种保守主义或者说他们的严谨 其实是限制了这部分的发展 对包括刚才说的氢能源 其实我看现在有些车企 他也在研究这些氢能源 比如说宝马 然后比如说上一个话题我们聊的蓝图 但是他们其实步调都是比较靠后的 对吧 他还是比较消费者导向的 他并没有像刚才文汉说的 就跟着日本的国家的大战略 就那种大家都搞氢能源 我觉得现在还会有企业做氢能源 他就是出于一个战略防守 他不会投入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他只是怕万一纯电动车 以将来并不是主要的方向的话 他自己还能留个后手 所以他只会投很少很少的资源 然后只要把里面的一些脑耗 给研究透了就可以了 因为整个电动车轻能源的专利的话 丰田一家控制掉了90% 而且其他人几乎没有办法去绕过去了 所以丰田其实他包括整个日本 他们之前在下一步很大的旗 想最终去把全世界给收割了 但是没想到美国和中国都不陪他玩 他根本没有这个市场 所以说他现在非常的尴尬 然后说起这些传统车企要巨人转身 我就想到当年的奈飞 因为奈飞之所以有惊天 其实就是他自己做了三次重大的转型 以前他就是一个DVD租赁公司 只不过别人是去线下 去那些实体店租DVD 然后奈飞他首先颠覆的一点 就是靠邮寄DVD Danny做过一个很好的类比 就是相当于你自己到市场买菜 还是说用美团买菜送到家门口的区别 然后坐了一会儿 奈飞又开始割自己的命 就转型到流媒体 也就是网上看片 那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个特别大 而且痛苦的转型 因为互联网那个时候还很不完善的 但他就坚定在这条黑路上一直走到底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在传统车企里面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车圈奈飞吗 就是能够通过抓住一些新技术新方向 然后用新的商业模式 去重新做回这个行业龙头 我觉得完全新的商业模式可能倒不存在 因为这种老牌车企 它的这个脚下的铁链子实在是太长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更加拥抱新技术的 我这里想举个例子是谁呢 是美国的通用 就是GM 因为GM他投了这个Cruise Automation 其实他很早就投了Cruise 然后并且他也是率先把这个 Super Cruise用到车上的 然后他又全新做了 他这套电气化平台等等 就我能看到他相对于福特来说 他算是转身很快的 福特还是那种感觉很老牌的 就是很Detroit那种风格的 就是铁锈公司那种感觉 我这边回答Emma的问题 就是我个人感觉汽车行业里面 不会有一个奈飞 因为汽车行业整体的产业链 我觉得比奈飞要长100倍 我有可能这个100倍说的夸张一点 如果要比一艘大船的话 它会比奈飞整个大太多了 然后它里面涉及到的 从最上游一直到最下游销售端 它的整个产业链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它很难去掉头转身 因为你随便做一个动作 都会动到大量人的蛋糕 你就想在奈飞里面 你很难会想象出 会有这样子这件事情 就是你在传统企业里面 你干掉一个车窗的开关 很有可能就会有 五到六个部门跳出来要反对你 然后他们反对的理由 还非常的充分 就是你很难想象到 当你动到一个开关的时候 你就会去动到采购的一些利益 你会动到一些质量的利益 你会动到设计师的利益 你会动到的利益会非常非常多 然后你还有可能他们会说 当你没有这个物理开关以后 你的电子开关 我们这边是根本没有spec去支持你的 所以采购部不会去帮你去sourcing 有新的spec 就是会去sourcing新的供应商进来 然后很有可能设计师 他也不愿意去帮你去这么做 就是你会遇到的阻力实在是太大 所以说你要把一个东西 全部都砍光重新来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壮士断腕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品牌 他不得不要去做一个新品牌 他才能够去把这一套东西重新做出来 因为只有做一个新品牌的时候 他才能搭建一个新的团队 然后让这些新的团队 在一开始就能分享这一些新的产业链 带给他们的利益 而不是去动到老的那一块的蛋糕 所以这个才是最难的 这就像是什么 这就像是美国 大家我们都知道 从一个客观的人来说 美国应该进枪 但是根本不可能去进了枪 因为他们利益链扎的实在是太深了 然后我发现传统车企 它有一个趋势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什么情况下 它非常敢于换一套的这种设计语言 整个完全风格去变化 就是面对那些同类型车型 它原来卖的特别好的那些 就比如说宝马的X5 然后它销量是非常牛的 同级别的就是卖的最好 但是它就是出电动版的时候 叫IX的时候 整个就相当于大换面 它因为就怕影响X5的销量 你别搞得太接近的 大家就不买原来的车了 所以就变化很大 然后包括奔驰的S级 它其实也是卖的很好的 它就出EQS的时候 它就整个的设计都是大换血 虽然最终结果不是特别好 大家其实是觉得 它的设计改动的变化 其实是牺牲的功能性过多 所以整个销量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像这种方面 它还是比较愿意去改的 但是像它那些一般的车型 它其实就是电动化转型 就没有那么激进 赶去靠自己的命 就比如之前我说的 像很多车评人买个车 还是搞那些经销商 砍价还价这种 比较老套的渠道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来改善的 然后还有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些传统品牌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 还是需要去继承 有可能以后 它的商业模式都会转变 就比如说我看 有一个B站UP主 叫两颗皮蛋 然后他之前做一个视频 就是讲莱卡 然后莱卡其实中间 过渡有一个阶段 就是把它的一些代表性的 这些功能这些设计也都改了 其实整个销量变得特别差 哪怕它功能性 已经不需要在上面了 但是很多有莱卡情节的人 还是冲着它那些 就是设计理念去买的 所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的话 其实会非常影响销量 然后虽然现在 莱卡它也卖不上去 很多的量 但它其实现在就在搞那种 和手机厂商去联名 就是相当于品牌授权的感觉 其实也挣了不少 我在想以后像车企 像比如说电动化转型 不是特别成功的企业 有可能就玩这种品牌 然后就授权这种感觉 或者直接就把这品牌卖 这其实也是一种商业模式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我其实自己的 一个思路转变 就是我最近研究宝马 我其实对它大鼻孔 我之前就非常不感冒 我觉得就很丑 然后它其实 它在电动化时代 它本身大鼻孔进气格山 它没有什么功能性了 你在电动车方面 不需要它排气 其实没有什么功能属性 但它其实还是把 那个大鼻孔都放大 甚至已经成双肾了 对吧 双肺了那种感觉 双肺了 流鼻涕了都 鼻孔太大了 然后我们在 阿不扎比的时候 看它那个广告 就爱妻那个广告 爱妻它那个大鼻孔 它周围还能发光 你知道吗 它车能发光 它那个广告牌 还专门把那个 大鼻孔的轮廓 给它发光 重点用那个霓虹灯 给它标出来 就觉得把那个 大鼻孔都给它 太放大了 我其实之前觉得这个好丑 干嘛呢 何必呢 但其实后来我就看了 那个两颗皮蛋讲 莱卡那个视频 我就觉得确实 它这些独特的设计员 品牌的这个 你还是要去 有些需要坚持 对吧 你不一定是所有的坚持 但是它这个 最有代表性的元素 还是要坚持的 这样的话以后 哪怕这个品牌 它这个车卖了不行了 它至少它这个 有很多这种大鼻孔情怀的人 还是会对这个品牌认可 对吧 奥迪那四个圈 怎么变 它那个logo 几百万欧元设计 还是那四个圈 设计个啥呀 对 是的 就是对于这种 比较高端的传统品牌 就是像丹尼刚才说的打法 然后更加面向大众的 传统品牌 其实刚才文汉 说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就是传统车企里面 要有特种部队 其实我们看到的 卖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吉利的吉克 广汽的爱安 都属于这种传统车企里面 分出一个小部队 然后我们接触下来 就发现 他们团队都很年轻 平均年龄不会超过30岁 你跟他们交流 就会比母公司 我们对接的人 要潮 要年轻 要国际化很多 那他通过这个 自己一个小部门 没有那么多利益 要顾及的时候 他就能走出一条 比较新的路 对 是 而且现在传统车企 其实在中国 这个电动车小辆 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这个中国竞争 确实很激烈 就别看这些公关稿上说 动不动这个同比增长了 百分之大几十 就比如说那个大众 说他这个在华的纯电车型 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十八 然后那宝马说 他这个同比 这个增长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实就是因为 他这个基数太低了 就比如说那个大众 他增长百分之六十八 他这个才卖十五万辆 其实就是 为小李的水平嘛 对吧 就跟这个比亚迪 特斯拉根本没法比 然后那宝马嘛 同比上涨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实就是从这个 在中国卖电动车四五万辆 变成了这个九万多辆 这基数太低了 而且这个宝马 他这个在中国电动车 同比上涨的这个比率 比他这个全球的上涨 还是落后的 所以这点也确实 给这些传统车企压力嘛 因为他宝马 他全球的上涨 百分之一百一十多 但是在中国只涨百分之九十多 而且基数又低 那其实这就对比下来 这些车在中国卖的 还是稍微有点落后的嘛 包括这个其实大众 他CEO叫贝瑞德嘛 就是中国CEO贝瑞德 他其实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他最近讲话 我看也是说 像中国这些车企 他就迭代能力比较强 他这个平台出新车型 平均2.5年就能出一个新车型 但是像传统车企业 都是4年才能出一个新车型 对吧 他们国际企业的 全球试错成本是高的 毕竟是一个global的盘子嘛 那中国企业说句不好听 你说就某个品牌 他可能三四个月就试一下 三四个月试一下 这种是让德国企业没法做到的 他本身德国人做事 也不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如果我们把传统品牌 分成超高端高端和主流 如果是超高端的话 他们可以完全不着急的电动化 因为他们就非常像当年 时音表去打机械表的时候一样 当年时音表刚出来的时候 机械表差点都被全部都干趴掉了 因为时音表实在是 计时太精准了 当年所有在机械表上面说 我的计时是 无论是天文台认证 天文台认证都没有用 你永远是比不过时音表 所以当年当日本的时音表 进入整个欧洲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年 无论是劳力士还是技嘉 他们其实都有非常痛苦的那一段时间点 然后他们想了一个方式是什么 就是当你走主流的时候 当你的这个计时 我没有办法和你去比的时候 我就去讲其他的故事 我就去讲我的制造工业 我就去讲我的设计理念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和现在电动车和燃油车 是非常非常像的 因为你的燃油车 你的性能 你的加速性能 就是没有办法和电动车比 然后你的能源利用效率 就是没有办法和电动车比 你就不要在这一块 你再去和他们去 你应该去说 我的加速的体验 我的声浪 我的品牌的文化 你应该去讲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超高端的品牌 就比如说法拉利 兰波基尼 马沙拉蒂 他们其实应该不用 去极为着急的做电动车 你只要把你现在的东西拥抱好 且能够把你的故事讲完就可以了 我们再说一般的主流的品牌 主流的品牌的话 必须得马上去做电动车 不然你就很有可能死到很难看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哪一块 和卡西优卖的差不多贵的机械表吗 我觉得我只能想起一个品牌 叫做SICO 除了金工以外 其他所有品牌都死光了 但金工也是日本的 对 而且金工他们也做时音表 关键事 你这些主流的曾经的机械表 已经全部都死光了 如果你不及时的转身的话 我们如果再去看比较尴尬的 其实就是一些 我们所谓的豪华品牌 奥迪宝马崩池 你现在太过于着急的 去做电动化的话 你很有可能把你原来的一些品牌 擅长的东西给丢掉了 因为奥迪宝马崩池 原本他们和普通品牌比 他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他们那套动力总成 他们有极好的发动机 他们心脏特别好 他们有极好的变速器 他们的头脑特别好 这是他们最大的护城河 但是现在在这一块 在电动车里面 当你的动力总成平全后 这块东西 他们的优势没有了 所以他们其实自己也是比较迷失了 我们就这么看 奔驰EQ 宝马i和奥迪一创 我们其实现在看起来 这三个品牌都是没有做好的 而且他们自己还有非常大的历史包袱 我们就举个例子 你就比如说宝马i系列 i系列的话 现在它卖的比较好的 是那个i3和i4 对不对 它的i4的话 它是归在宝马的4系列里面的 但是你会看 宝马i4的高性能版本叫做什么 叫做M50版本 但是汽油车它的高性能版本叫做M4 我们去看一下宝马i4的M50版本 它的加速没有宝马M4块 而且据我所知 宝马i4M50的加速 完完全全可以轻轻松松的 做得比汽油车的宝马M4块 宝马M4的那个百公里加速是3.9秒 但是i450就是为了不能超过 它的那个4系里面最旗舰的M4 它把它硬拉到了是4.1还是4.2 我忘记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历史包袱在这里 Model 3它的那个版本 就是它的那个formance版本 它根本没有这样子历史包袱 我能做多快就做多快 我能做3.2秒 我绝不做3.4秒 但是在宝马的产品线里面 它就会有这样子的历史包袱在 这就搞了它自己也很尴尬 所以说你现在ABB这样子的豪华品牌的话 它既该怎么样又快速的去拥抱定论化 又要怎么样去照顾好 它原本的那一些拥堵们 他们喜欢你这个品牌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反而我觉得 他们这个会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奔驰宝马和奥迪 做的都有先顶 因为确实比较难做 感觉我们这个话题本来是说期待了 结果说传统设计的包袱和困难了 对不过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在今年 可以甩掉包袱克服这些困难 对吧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 然后非常感谢文汉来做客 而且文汉他在B站有自己的号 叫Total文汉 就和日本的马桶一样 这个是我的乳名 这个真的是我的乳名 很接地气 我爸妈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不知道日本有Total这个问题 对对对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 欢迎跟我们评论留言 顺便点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谢谢观看 teach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